密春雷美国交税却惹30亿巨债 董青卖6000万豪宅 要不留涛后尘 说到央视主持人 让人第一时间想起的应该就是董青 他知性大方 主持经验丰富 无论是出色的外形 或是口才和文化素养 都处在主持人的一流水平 特别是其主持的春晚 更是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 这样一个出色的荧幕人物 要说起他的丈夫 却不为大多数人知晓了 要不是董青爆出产子新闻 大家还不知道 董青早就嫁给了一位隐形富豪 这位隐形富豪就是密春雷 密春雷虽然和妻子比起来略为声名不鲜 可他本身实力雄厚 虽然出身农民家庭 却靠着自己的踏实努力和敏锐的投资眼光 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如今更是把央视一姐娶回家 绝对是成功人士的典范了 可就在这些日子里 有传言称密春雷在企业运作上出了一些状况 他名下的一个30多亿的信托基金很可能爆雷 这巨大的数额让他的资金一下子周转不开 甚至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上了 虽然这只是一个坊间传闻 但有细心的人发现 董青悄悄变卖了自己在美国的那栋 价值6000万的豪宅 这个消息让这个传闻显得愈发真实起来 要知道这栋豪宅算得上是董青与密春雷二人的感情见证 当初两人真正在一起以后 密春雷专门买下赠予他的礼物 可如今董青居然把这栋豪宅卖掉了 很难让人不相信他的家庭正在遭受重大的经济危机 密春雷这个隐形富豪 这次真的遇到极瘦状况了吗 1978年密春雷在上海最偏僻最贫穷的地方长大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上海作为沿海城市发展迅速 而密春雷这时却只能勉强吃饱饭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这样的环境逼迫密春雷比同龄人要更加成熟懂事 虽然他年纪尚小却早早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分量 他坚信只有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出头之日 所以密春雷从小发愤苦度 把学习当作自己脱离贫苦的唯一出路 最终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勤奋考上了同济大学 家里好不容易出了个有出息的孩子 虽然家庭的经济情况不太好 还是供他上了大学 在大学里从小缺钱的密春雷把目光放到了金融行业 学习了大量的相关知识 平时也勤工俭学贴补一下自己的日常开销 悄悄的积累自己的启动金 在整个大学生活中密春雷的生活可算是非常充实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密春雷非常有商业头脑 他把自己打工省下的钱全部拿来投资股票 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 他一击击中顺利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03年密春雷更是出资5000万和父亲合作 在老家成立了上海中营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当时注册公司是要使脚资本的 这说明密春雷在当时已经至少拥有5000万的资产了 而这家公司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蓝海控股集团的前身 虽然成为了千万富翁 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密春雷的野心 他又亲力轻微的跑运输和物流 在攒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 拥有了大量金钱和经验 随后密春雷又把钱全都投入了房地产行业里 不久之后还收购了一家大型企业 他的事也开始逐渐步入正轨 但密春雷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实力远不止如此 他高歌猛进 全方位的进军各项商业领域 更是机身汽车电气等行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 密春雷现在旗下已经拥有了35家公司 还在2019年的胡润百富榜中 以60亿元人民币财富排名684位 成为了又一个商业传奇 在事业成功之后 密春雷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 他这样的富豪 身边自然不缺乏追求者 所以在遇到董行之前 他已经有过一段婚姻 密春雷的前妻是一名幼师 为他生了一对龙凤胎 可夫妻因为种种原因 最终还是婚姻破裂 密春雷分给前妻千万资产 并把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董青 两人在一次宴会上相遇 董青真人比电视上更美 知性大方 谈吐得体的他 一下子就俘获了密春雷的心 密春雷通过二人的共同好友 要到了董青的电话 在接触之后 密春雷愈发觉得 董青就是他心目中的女神 于是他向董青表白了心意 对他展开热烈的追求 然而当时大部分人都不看好他 毕竟他出身贫寒 还是个单身父亲 更是个红身铜臭味的商人 实在是配不上董青 可密春雷不畏惧流言蜚语 他的优点是认定一件事 就会全力的把他做好 而知初达理的董青 也并不会对他的出身 有任何偏见 反而认为密春雷白手起家 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是密春雷身上最好的品质 面对密春雷火热的追求 董青深思熟虑之后 答应了和他在一起 两人的恋情曝光以后 有媒体报道 董青插足密春雷的婚姻 还有人说 董青为了嫁入豪门 不惜去当后马 一时间流言四起 成为了董青身上的污点 可是董青深正不怕影子鞋 并不在意这些 没有事实根据的报道 而密春雷也对他宠爱有加 在报得美人归后 不惜砸下重金六千万 在美国为他购买了一栋豪宅 并将这栋豪宅装饰的金币辉煌 极尽奢华 2014年 董青宣布要前往美国进修 暂别银幕一年 而在他回来之后 却带着一个孩子 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 董青已经结婚生子了 但随之而来的是 铺天盖地的争议 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产子 孩子一生下来 就会拥有美国国籍 这让许多观众无法接受 毕竟刚开始报出的消息 是董青去美国进行深造 而现在居然变成了 董青前往美国产子 董青作为央视门面 经常在荧幕上大谈爱国教育 而现在他却一边 向祖国的孩子宣传爱国 一边去美国 让自己的孩子 成为外国的公民 这种做法 让他的口碑一落千丈 赢得众多网友 一片口诛笔伐 最后 董青不得不做出正面回应 他让儿子入籍美国 只是为了接受教育上的便利 孩子的国籍 不会影响他的爱国之情 希望观众们 不要过多揣测 但这样的解释 很明显不能让网友们买账 他的人气也逐渐下滑 董青在生完孩子后 渐渐退居幕后 把更多的时间 用来相夫教子 可近日 由于蜜春雷信托公司 爆雷的传闻 以及他贱卖美国豪宅的消息 这位曾经的央视一姐的名字 又再次登上了热搜 蜜春雷被爆遭遇危机 近日西部信托公司的 一份产品公告 蜜春雷所执掌的 蓝海控股有限公司 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信托公司连续三次 在官网上发布了风险提示函 信托公司所融资的30亿 将面临无法偿还的风险 而保证人所持有的上海人寿股权 也已经被司法冻结 这对蜜春雷的工资来说 是一场不小的危机 2020年 他的蓝海医疗亏损严重 年度业绩亏损达到了1.5亿元 照这个趋势下去 公司很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 董青急忙卖豪宅 这无疑是要帮老公缓解债务危机 这种经历 让人不得不想到 娱乐圈的另一位明星刘涛 刘涛的老公乃是被称为京城四少的王科 也是妥妥的富豪 可当刘涛嫁给王科之后 豪门太太的生活并没有享受多久 王科的公司就因经营不善惨遭破产 欠下了几个亿的债务 王科一时间无法承受这样的人生起落 曾经多次想到自杀 为了支撑起这个家 原本退出娱乐圈的刘涛再次付出拍戏挣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刘涛都不曾休息 一年接十几部戏 有资源就上 不辞劳苦 日益基业的工作 好在老天也没有辜负他的努力 王科几个亿的债务终于得以偿还 如今的王科也东山再起 两人的幸福生活又得到了延续 也因为刘涛这样的举动 他成为了娱乐圈里的模范好妻子 获得无数好评 而董青现在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 卖豪宅的举动 难道是要像刘涛那样为家庭焚忧 可三十亿的债务是个天大的窟窿 六千万的豪宅卖出去 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对债务的帮助实在是有限 且密春蕾和董青夫妻二人的日常开销 也非常惊人 据说他们的儿子上的是上海最贵的 惠灵顿国际学校 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 光学费就得三百多万 而董青因为舆论的原因也是无瑕他顾 现在主持的节目越来越少 正在慢慢淡出大家的视野 然而关于董青的争议 网上还在继续 虽然他的婚姻被人诟病 但他的好口才和支出达理 宽容待人的品质 仍然值得钦佩 是节目开学第一课中 请来了96岁的翻译家许愿冲 为了照顾老人 董青在台上大方的跪地采访 体现出了对老人的体恤和尊重 采访中他一直努力保持和老先生 平视或者仰视的角度 听着徐老先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一跪跪出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董青主持的功力也非常值得肯定 他的外形较好 知性大方 不管是在中国诗词大会 还是在朗读者 一般央视文化其心浓郁的一些节目 只要需要的是女主持 基本上都会是他 而董青在节目中的表现 确实可圈可点 诗词歌赋 经典名剧都是信手拈来 不往今来 有太多太多的文字 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 肩佳苍苍 白鲁为霜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这是辽动新闲的遇见 春晚上他更是没有缺席 一共主持了13次春晚 每一场都赢得好评 我们无法评价 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在人生中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成长轨迹 和面临的生活选择 对于董青 你有什么看法呢